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要和大家交流的主题 就是设计赋予空间的生命力 这个主题是我想到七年前 我在英国 住在一个六百年前的别墅里 这个别墅已经六百年了 但是我看上去 建筑的品质依然非常高 窗户洁渐明亮 空间的更能还是合理使用 在建筑的西侧 有一棵古老的大象庶 主人告诉我 这个大象庶也已经六百年了 和这个别墅是同龄的 我也很好奇 就问了关于这个象庶和别墅的关系 主人告诉我 六百年前那位设计别墅的设计师 他把这些门和窗都设计成了项目制成 但是他担心几百年以后 可能这些门和窗要违心 但是主人到哪里去找同样的项目呢 于是在别墅路程的那一天 他在建筑的西侧 种下了一棵橡树苗 事情已经过去了六百年了 这些门和窗至今还没有身份 门上的盆子拉扫 闪闪发的 窗户的童子扣件 依然用用着 一棵橡树苗 此外地面 也是犯了历史的记忆 但是 一把 显示去了 品质 成稳 和耐久的品质 这阵的时候 我忘了这个民宿 也忘了 忘了这个大象庶 我想起了 这位六百年轻的设计师 他的宿主所 心中产生了悠者的记忆 使这位设计师如此用心地设计 使这个建筑如此富有 他的生命力 我就想到 在我们城市的周围 经常有许多个工地 老得我们不安 这些工地有的是 新建建筑的需要 但是为首不少的工地 都是在对原有建筑原有 市政原有 道路的改造 维修 重建 甚至采取 本来应该捷径的城市 可能会因为这些工地尘土不赢 我们城市的局面常常这样抱怨 城市 公地的那些造型 经常闹到我们生活不完 那么怎样去提高 制作的生命力 所以说 制作的生命力 不仅仅是设计师的重要 它包括了使用管理 包括了 以后使用的方法 但是设计师对着它的技术高下和 艺术高下是自然重要的 在一些年前 我们南方有一座城市 就是为了一条路要拉直 把路两面的建筑 腾腾炸掉 在这些 拆除的工地当中 城市居民 并没有打得挖戏 他们在这些 炸掉的建筑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手不息 毫不留情 而且 有居民这样的 趁这个机会 把这些难堪的 要命的建筑 统统地炸掉吧 在 这个拆除的过程当中 有的建筑 修建了几十年 有的建筑 就有十年 甚至还有一栋建筑 仅仅五年 那么说 它这个建筑 就仅仅是五年的生命力 就会炸掉 我们思想 如果在北京 一条路要拉直 通过北京的固根 难道我们把固根给炸掉啊 如果在巴黎 有一条路要通过巴黎 圣火月 难道我们也去把 巴黎圣火月给炸掉啊 我们就反应 那肯定不行 肯定不大用 可是今天真正让我们能够留下来的建筑 太少了 前几年 因为电视台的机制裁 我跟我有关系 我一直谈 同样的问题 就是建筑的生命力的问题 当时我破口了 那么 建筑的生命力 直接 影响最大的 就是设计师的责任感 和设计师的艺术修业 我说设计师的责任感 就是设计师必备的 到外观 设计师的艺术修业 是它必备的基本根本 我们设计师 对一个建筑结构力的精密的艺术 对城市贴近性的审美表达 对城市建筑色彩的 整体的短握 对空间层次的虚实对比 它要不宜谨业的空间靠动 这件一切 如果离开了 设计师的责任感 和设计师的艺术修业 那也怎样去产生 我想今天在这么一个时代 没有任何一个傻瓜假发 把一片土地交割 因为既没有责任感 也没有 艺术修业的设计师 去任意买人 前些天可能大家 听到了一个消息 也就是刚才主持人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接受了我们这个项目 那就是 中共美商文化员的建筑群 这个建筑群艺术 这个建筑群艺术前不久 参加了 北京 中国 结果七十周年的 而且全国这个规格的 美术展览 第十三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也是弗兰上唯一的一家 尽做艺术副品 参加这个展览 这个事情的起因 我还要从2006年 6月开始 那时候我出于对家乡 山水的决定 我爬上了家乡一株 海蛙并不高 但是也有七北的一个山林 在山林上遇到一对 农民夫妇 正在那里发树 看树 中树 我了解了实况 他们说 现在种下的树苗 十五年以后 就能够迈出去 而换然 经济的分泊 我承认了 经济分泊的这么一个事实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想十五年以后 一个本来越要有的山林 又要变成一个光秃秃的 方杀 我不能够接受这么一种策划 也许现在我们的关系是 大家都通过了 但是十五年以后 三四年以后 是否还允许 有这种操作性 是否还允许我们这个 城山 军林的这种青山绿水 又变成光秃秃的方杀 是否要可能 我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他们也诚实 我说能不能够做一个综合开放 什么是综合开放 他们也不太清楚 我想不仅仅是种树 我们能不能够赐予一些其他的项目 既然树长起来 也让我们赐予的项目 能够产生 经济效应 和社会效应 我是教授 也就是他认为我是教授 所以就相信了我 无条件地说 那就教授你设计吧 我们来做 他们这么一种相信 让我觉得 设计上有一种很大的自由 当然一个设计是希望 假方式 能够信任自己的 就像病人 可以找医生看病 病人应该相信医生 这个时候他的 治疗效果也会好的 会不会因为怀疑 各种处罚 而耽误治疗的良知 其实他这种相信来 使我变得更加冷静了 我想 作为 这个近三千毛的这片土地 我怎样的去 表达我的责任 一个就是 他的 经济责任 投入这么多土地 还要投入那么多的人民币 去进行解释 怎样匪摩 我也能承担这块地的生态责任 如何使他这样的青山律神 能够永迟 他的发展 向何处走 我要承担这点的文化责任 我到底是做一个怎样的主题 来表达怎样的一种文化 我带着这个高下 离开了安芳 我的家乡是安芳 我到了阿弗兰大海 来到了我们的团队 因为我姓 陈叫恢复 叫陈恢复 所以我们那个团队社会首都喊 我们团队叫恢复队 这个恢复队当来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恢复队 是我们的一个设计团队 我的设计团队要多少年了 且且好好近三百年 我待到这么一个设计的高下 和大家交流的时候 大家投入了人民的兴趣 有的人说 这片土地可以盖一座西方小学 有的人还说 要做一个木耕厂 有了树木 就会用它来加根加具 然后去获取回报 甚至还有的 陈恢复说 这位隐身动员 我想这个城市的动员都没人来搭 如果到远战 皮壁山区的安芳 做个动员 有人去看吗 大家各种其实一想 讨论来讨论去 想到安芳 是梅山文化的 发育地 是一个核心的地区 我们能不能够讲 梅山文化这个主题 来设计这个园区呢 后来想到这里 提到这里 大家一口同声地说 好主意 于是中国梅山文化园的这个项目 就这样 就要开始 13年来 我们的团队 王法于长山 安芳之间 八百多次 如今 真是一个文化园 这开始 第五 做中国梅山文化园的时候 不是整个来表达 这种地区 我们想到一个 几个理念 一个就是我们实现 三民主义 我们讲的三民主义 就是民间的材料 用民间的工匠 来表达民间的民俗 这就是我们讲的三民主义 我们在 建设的过程当中 产业都是 地方的材料 包括木材 土材 瓦材 砖材 石材 我们用的工人 都是民间的工匠 都是来自周边的聪明 无论是瓦工 木工 尼工 土工 尤其工 都是来自当地的民间 我们 表达的民俗 就是当地的雷厂 我们做了雷厂 做了统厂馆 做了风雨桥 做了各种 休息亭 还有风雨桥 这种民俗 这种民间工艺 这种民间工匠 所发挥的作用 是非常符合梅山 文化的这种 当地的地名文化理念 还有 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 山野理念 我们想不让 我们的这个项目完成 做得像城市的广场 做得像皮脂的水移马路 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出现 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出现 我们在城市当中那些错物不深的材料 项目组成以后 我们要让野草照样展 野草照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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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把这个山野理念 告诉个建设方的时候 他们很惊讶 难道那是个什么样的项目啊 野草照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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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野草不伤人吗 天哪 我执行一个理念啊 理念和现实正是存在距离 难道我说 野草照样展 这里就出现了东北斧 这里就出现了非洲大象吗 这里出现了娃娃里的狮子吗 不可能了 最多就是这里的野兔野鸡野鸭 偶尔有的野沙牙 偶尔有的野株 那么讲这样的地方 我们云造这个山野理念 只要是提醒我们设计法 和建设法 要共同云造一种 富有生命力的 这么一个生态的场景 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 每一三文化年 可以说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就是我们前几天 我还在文化院回来 今天早上 还有梅山文化院的老总 还在通电话 现在梅山文化院是全国 五星级的乡村旅游进去 在这里全国有二三十所大学 在这里挂牌 这个实现基地 它也是中国撒文式的创作基地 每天来这里的游客 路易不绝 可是真正的 我们讲十三年期的一个美丽的报响 总部变成了现实 我们不是看到这些苏州园链 称茂的文化气息的这样的各种艺术服务 在梅山文化里的游客溸客 在梅山文化李的游客 我们不是能够随一照白的 但是我们方向 我们学习 我们追求 我相信 每一三文化院 从现在开始 他会越来越好 他会越来越好 中文化文化的确议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基金 我们在学习 但是我们 他的生态表达会越来越 由于现场 我们设想一百年以后 或者五百年以后 不 一千年以后 一千年以后 他的野成为更加茂盛 野化会更加灿烂 而这两个伟大的农民 种上的那些小树 都成为了千年古树 无论今天做谁 建筑半树都在一起 形成他的整体感觉 也许当中他出现 梅杀老虎 梅杀大象 梅杀的猴子 梅杀的苍杰鲁 那么真正的一个梅杀古国 在这里出现 这是一个真正的 能够让人穿越时空的 一个失败的桃花 桃花员 在这里出现 这样的神话 真就是事实 而且毕丽 今天我在六百年前的一个美术 谈到千年以后的梅杀花员 重回我就是说明 设计作品的生命力 怎样让设计师 带着责任感和艺术修养 去表达他 去实现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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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